在对数中有一种叫做工程问题 工程问题是什么呢? 举个genomic的例子 例如有三个人 ABC ABC他们就要做一个project 好像学校group project 你发觉在学校做group project 当然会有一些人不做事 如果好像A不做事 只在BC一起做的话 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才做完的project 发觉做做客当中 连C都吞了project 那B一个人做呢? 可能需要一个月 很奇怪 有些事情发生的 这种在代数中就叫做工程问题 看看画面这个例子 他就说到 有个农场里面有两台机器 机器A的工作效率 既然说得要做事 当然会有一个efficiency 量度的单位 这些东西就是B的两倍 那就是如果B做完一个单位的东西出来的话 那A就完成了两个单位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A完成了总工作量的三分之二的话 然后B做完剩下的那些 那所需要的时间 就比起两台机器同时运行 那开头的这个condition 就是A先做 做完三分之二 那然后B做完其他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呢 我们比起两台机器一齐运行 那两台机器一齐运行 那当然会做快一点 那efficiency高一点的 那所需要的时间 当然就少过前面那个 那A做完 接着B再接力 那A做完 B再接力呢 那就会比两台机器一齐做呢 做到多四分之一 那因为浪费力一点 那B又要等 不知道等什么了 那 然后就问如果A B 两台机器 它individually 那它独自完成的人呢 那问你所需要多久 那这一种呢 就是工程问题困难的地方了 那为什么困难呢 就是因为它一来的condition就比较多 那好像这一条的例子 那这一条的例子呢 那其实这一条问题 有没有看它三句这么简单 那其实它里面已经包含了四个condition了 那这四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 第一种呢 情况就是 A先做工程的三分之二 那然后呢 B就做完剩下的三分之一 那这种就是第一种了 第二种呢 就是 A和B呢 就一起完成整个task 那这个task 那这个task就叫做星星 那 是的 完成整个task的 那第三种呢 那就是后面了 那就是 A 它一个人完成整个task 那第四种呢 就是 B一个人完成整个task 那 那 那这种 实在太麻烦了 那这种 所以呢 基本上 有很多情况之下呢 如果不小心点做呢 都会做错的 那这次呢 就讲一讲 可以怎样 可以怎样有效地做得适合这一类的题目的 那既然之前说过 基本上太复杂了 那我们遇到 就是我自己都不行的 那我遇到一些太困难的代数题目呢 那我都是会选择列表的 那 那 首先呢 我们当然要叹啦 叹什么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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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题目问到 每部机器需时多久呢 那呢 我就会选择一样 个单位小一点的 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 机器A 机器A 由于它的效率 它大一点嘛 大过B的一倍 那也就是 它可以用少一点时间搞定 那我们会呢 小一个单位 来做X的 那 那然后呢 我之前说过 遇到一些太复杂的题目 我们就会列表了 那怎么列法呢 那表就是这样的 首先 一样东西呢 就是 这条式 这条式呢 就是说 这个工作的效率呢 乘以工作的时间 就等于 整个工作的量啦 那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这次用呢 就是用这一条这样的式 那 那这个是关于 成绩的式 要乘来乘去的 那然后我们有分 机器A 和机器B 那 首先我们现在做的呢 就是 用我们的第三种 和第四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四种情况啦 里面 那我们这次先说第三种 和第四种 因为它呢 是讲及 Individually 就是单独一部机器 所需要的时间 是怎样的 那由于我们 叻数呢 会容易叻叻 大家看看啦 既然 机器A可以在X日之内 搞定完 那样东西 那机器A 这个东西 用的时间就是X啦 很简单 跟着啦 那它 工作量呢 工作量呢 其实是任我们设定的 那一般呢 看到这些比例的关系呢 我们就会切工作量 这个东西呢 就是1 简单起见的 那所以呢 呢 机器A的工作效率呢 就是 1 over X啦 就是这麽简单 然后 由于机器B 的工作效率呢 那就是 就是 你动回来看 这个就是A的工作效率 是B的两倍 那所以B的工作效率呢 就是A的一半啦 那 A的一半 也就是这一件东西呢 这个1 over X 前面再乘以一个二分一的 那就是1over 2X 那就是这样啦 那由于如果B 独立完成的话 那是不是 它也是要做那麽多事情的 工作量仍然都是一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B所需要的时间呢 那其实就是A的两倍啊 那就是因为 考率乘以时间 就等于工作嘛 那所以 2X分之一呢 那乘以这个时间 就是2X 就等于1啦 那搞定啦 那我们这次所需要的是 什麽资讯呢 那我们这次需要的呢 就是 这个 工作效率啦 那 那 为什麽呢 由于之后的题目呢 那可能会很乱 那我们 就 individually 看回 机器A 和机器B呢 那它的效率呢 其实是不变的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那 A呢 它 它 无论怎样 你给多少时间呢 那它 一个小时 它都会做1 over x 那麽多样东西了 那就是这麽简单 那你给时间越长 那它工作量就越大了 那 B同样道理 那但是这个 工作效率呢 那在这一条 普通 可能是初中的 数学题目呢 那 暂时是不变的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工作效率暂时不变先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 工作效率 带下去 下面的其他 condition 那 那 A的工作效率呢 就是x分之1 那 B的工作效率呢 就是2x分之1 那是可以的 好 看回静低的那两种情况 之前呢 就说到每部机 individually 那麽 那今次呢 就开始看回 那些condition了 首先看看这个 就是机器A 機器A 先做工作的3分之2 那 而机器B呢 就做静低的3分之1 那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ituation1 就是第一种情况 那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两部机合力 那同时完成了整个 整个 农场里面的工作的 那 然后我们再有呢 就是 机器A 的efficiency 那 那 机器A的工作效率呢 之前说过 这个是1 over x 那 那机器B的工作效率 就是1 over 2x 那 至于两部机一起做事 它的工作效率又会怎样呢 那 那原本呢 一部机 機器A 那就可以一个钟里面 做那麽多 机器B一个钟里面 做那麽多 那两台机一起开的话 那 它们的工作量 在一个钟里面 那就是它们这两个数 加在一起 那所以两台机的工作效率呢 就是1 over x 再加1 over 2x 那 这个就是它们两台机的工作效率了 那至于 它们的时间 那时间是怎样找出来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效率 乘以时间 就等于整个工作量 那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这次用到的 金科欲率了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金科欲率 例如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 速度乘以时间 等于距离的变种版 那 那不过今次呢 我们就集中工程问题先 那 那关于速度 时间距离的问题呢 那我们就交给下一节 那我们就会 再继续讲深入 地探讨那一类的问题 那 见到那一类的问题 Keybenson 和这一类问题一样 都是需要列表的 那由于都是遇到多种的情况 那如果要我就这么想的话 那我都会经常搓的 那 那然后呢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要 用这个效率 和这个工作量呢 去夹回时间出来 那由于题目给到的Hints 那 这个是 一个情况 Situation 1 和Situation 2呢 这两种情况 它们中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 时间 那这个多4天 就是第一种情况 和第二种情况 的时间差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间 就成为我们今次 解题的关键了 首先 机器A 它究竟用了多久呢 那这个数 要乘以 什么 就会等于 三分之二呢 那这个就是 乘以 2 X over 3 那你可以想一下 将这个 再乘以这个 就会等于 三分之二 那下面这个 同样道理 发觉呢 时间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2X over3 2X和2X相约 那 剩下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这样 那 那然后呢 这一件事就很简单 这一件事就是 变成 1 over 1 over x 再加1 over 2X 这个有些复杂的分数 那 那 我们的主角都已经出来了 那就是 2X over 3 2X over 和1 over 这个很难读 都不读了 那就是第一种情况的时间 等于第二种的情况 第二种 这个工作情况的时间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多4天 因为第二种 它们两台机器一起运作的时间 是有效率的 有效率的 就是少4天 那它要加回4天 才会等于 一个没有那么有效的工作方案 那所以呢 我们 之后列出来的数 就是 这一个 再加上 这一个 就会等于 下面的这个东西 再加4 那我们这条式 就已经列了 接下来 就到代数解题的时间了 那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上一个回合 列了出来的色 那接下来 就到解题的幻子了 那这次 左手边呢 加在一起呢 就是 4Xover 那右手边呢 这一块东西 翻完之后呢 就是2Xover 3了 那然后再加4 那所以解到出来呢 X 这块东西呢 就会等于 6了 就是呢 机器A可以在6天之内完成这个工作的 那 而机器B呢 那 由于它没有机器A那么有效率 那所需要的时间呢 它工作效率慢嘛 那所以 需要的时间呢 就是A的2倍 那所以呢 机器B呢 这个也就是 就是机器A所需要的时间 那 机器B呢 所需要的时间就是 6的2倍 也就是12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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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答 那就是A所需要 就是6天才可以 它一部机器 完成了整个龙上的工作 那 那B需要12天 那就是这样 就做完一条 关于工程问题的代数了 那 在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